它有两个头,它是打色素的 它有两种光,一种叫NILR,一种叫DPL 这个NILR是牛奶光 接着这个DPL就是黑金光 牛奶光机,这个是比美美容院做打斑的Laser 牛奶光机本身有部机,有电视插电线,不是无线做的 它有两个头,一个就是黑金光,黑金的光 第二个头就是牛奶光,它是换头的,换回它的头去做两部机 你变成好像有两部机 本身这盒货,牛奶光机本身都有这两盒面膜送给大家 两盒面膜很贴心,一套就会有这部机,再加两盒面膜 每盒面膜有五块,两盒面膜的用途都不同,用的时间都不同 它会包上面膜,再包电线,包容袋等 它有两个头,它是打色素的,它有两种光 一种叫NILR,一种叫DPL NILR是牛奶光 DPL是黑金光 其实它的名字是专称的,它说的是不同波长的光 牛奶光的波长是900-1800Nm 黑金光是不同头就不同的功效 简单来说是500-650Nm 黑金光就是DPL,主要是针对黑色素 所以如果你想打斑,用光能量去打散斑 你就要用黑金光,DPL的头 就要用DPL的头,换头 两个头是换的,换头很简单 换头就是这里有一个锅位,把它撕出来就可以了 把它撕出来,撕出来 撕出来,撕出来,撕出来 它这里就有一个C-C的洞,插进去 所以两个头是不同时间去用的 好了,头就很简单了,说完了 其实这个黑金光是短一点的波长 500-650Nm 短一点的波长是和皮肤的深度 即是它进去多深有关的 所以短一点就进去没有那么深 但刚刚那一层就是我们色素所在的地方 所以黑金光就是用来打散它 好了,你会问和美容院做过什么分别 是同样的光波 不过美容院为什么会这么专业在那里的能量呢? 因为它的能量是会很集中在650Nm 现在你看到我们的 range 500-650Nm 这个 range是我们匹色素针皮层的阻值之处 但如果医美那些地方就会再精准一点 即是那个 range是再针对一点 就是我们就是要说650Nm 就是650Nm 没有500Nm 但是不要紧要,我们家用的话 其实这个 range是足够的 它会令到频道较少少 但是我们不用那么专业都可以在家里做 DPL就是用来做单 牛奶光就会长一点 900-1800Nm 牛奶光这个光波就会长一点 就会再进一点 进去到我们皮肤增皮层的最深入的位置 就是用来做我们的骨胶原 弹起骨胶原 所以做的时候两个头是不同的针对位 好,也是不需要塗 gel 最好就是洗完面之后什么都不塗 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不准塗 不是说塗完之后不发光 只不过不知你塗的东西会不会对光有复合作用 所以其实不建议你不知塗些什么 然后再打 所以最好就是干净皮肤去做 我现在示范一下牛奶光 两种光都已经 其实它设计都会是 累走了一些对我们眼睛有伤害的光 不过它都贴心 都比较眼罩 万一我们都不知道哪些 所以你戴着眼罩去做是最好的 头就决定你那个光波的长度 现在我们下牛奶光NIR 三个导电头 三片都碰到皮肤才会出光 万一你不小心不平衡 它就不出光 整股皮肤要碰到它 它就会出光 帮我们增加我们骨胶原 怎样增加骨胶原呢? 就是提升我们皮肤里面的温度 到43度 我们这些胶原BB 这个温度它就会自己自生了 就不用你加下去了 我们平时用骨胶原来到肚子 长按这个开关键 两个字 一个正方形 一个开关键 长按开关键 会鼓鼓声 这个是level 这个开关键 短按就是level 一二三 三档而已 一二三 一二三 看到吗? 越低的档 它的光就会密出 但是就会弱点 接着呢 按中间这个正方形 它都已经detect到我 这款是NIR 然后长按之后 它就会告诉你 它现在可以闪电 你碰到皮肤 它就会... 现在是一档 所以它就会很密集的 你只需要在这里掃就行了 它打一轮 它就会停一停 你只要碰着皮肤 它继续在这里 有触及到我们 三个片都碰到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用来 提升我们的皮肤底层 因为牛奶光是长的 长一点的波段 它就会进去我们骨胶原BB的底层 去到刺激它增生 所以这个见效位 你不会很快见到效 因为你的骨胶原 是需要时间增生的 不过就真的方便到极点 你是不需要再塗遮 不需要再抹遮 不需要抹遮 不断打就行了 我们的美容园 就会打臉 很贵的 但是打斑 很幸好我们搜这些 你看多多斑 牛奶光有个好处 就是无论你是老人斑 荷尔蒙斑 其实它们都会温和地帮我们去除 我定点地下 不动 它们有点点 但它也会有一个保护制 就是让你皮肤不会高过43度 所以你不会灼伤 平时打激光 它们会有弹象根的感觉 没有的 这个没有的 所以用法很简单 再来一次 先戴上黑烧 放在面上 只要你碰到皮肤 碰到皮肤自动出光 为什么我掃不到呢 因为我面有点绝绝的 所以比较难走 但应该要这样 这样 打回我们皮肤的所谓 绝对可以全身使用 戴着黑烧会好些 但现在我牛奶光 是比较不太伤 这个就是牛奶光的功能 你掃 所以每星期做两三次 就可以做五分钟 每边面五分钟 那就可以了 全身都可以 不用塗东西 不用塗的 而且后龙的位置 都可以 因为它的电是光 以及EMS EMS 我不建议你们去到后龙的位置 其实它很方便 因为我从头到尾 没有按过什么键 只需要 除了它 你长按了中间 整方形 你会看到这个闪电键 闪电的话 你就随时碰到皮肤就打 不会碰到皮肤一会 你拿开了它就不打 这个就是牛奶光 用法一样 你用来打斑 你就会换头 怎样关机 长按开关键 它就会有个冷击 1987654321 就会关机 因为它会冷击 它也没有一个发数 你没有说二万发 多少发 它没有发数的限制 如果打斑 重点是斑 我都知道有很多朋友 在这些地方 可能会有很多 即暗啞 或者是斑 比较明显 面珠灯 晒到之后会斑 那你就换头 换回黑金光头 它是不同的情况之下 你现在想要针对去斑 和淡斑 就会用GPL 换完之后 你一样就是这样 长按开关键 然后中间按三挡 一二三挡 三挡 不难的 所以什么都不知道 你按二挡 现在开了机器 鼓鼓声 你碰极也不会有光 你需要做多一样 就是长按中间正方形的 就是它看到闪电出来 才可以出光 打斑 看到斑 你有时候很想追它 你不可以招待这个地方 最好黑光的时候 就要放黑线 因为短波长始终会有 Thinking 都会这样 你先查一下 然后就要打斑 但不要只只打斑 避免去打斑 而不打其他地方 因为黑色掃位 如果是暗色了 你会不均匀 所以如果黑色掃 仍然建议全面照掃 掃好 一边掃 一边掃 我面有点绝 所以你当我这面 ogle色掃 现在开始执 那就可以了 不可以了 在滑动 就可以了 令皮膚亂白了 所以牛奶光肌 就像牛奶那麽滑 這部肌不得了 平時有沒有斑點問題 都適用 第二個功能是幫助我們提升 脊胶原BB 皮膚比較彈性 這兩盒面膜有不同的膚法 打完光後 修護很重要 Juji會有五塊 打完後立即使用 藍色的一塊 膠原蛋白膚貼 是面膜 24小時後 是螢潤換眼水光面膜 不要混亂 關鍵時刻 黃金修復期 用藍色的 黃金增加效果 更加光亮 和水光 就是用這個 我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1號、2號、3號檔 會令出光的頻率快點、密點、慢點 有不同的 能量會更多 譬如3檔 按外面的開關鍵 按完檔數後長按 等到閃電 就可以了 3檔 是慢點 但是熱點 所以有什麼感覺 這個會熱點 慢點 轉檔 1檔 1檔就是這樣 2檔 3檔 更慢點 再聚焦一點 所以檔數 怎樣選擇 其實不是說 我忍痛 其實不痛的 你不用忍痛能力 但是3檔是怎樣選擇 就是能量 你需要在整個數平滑自己 雲巡 一檔、二檔 可以了 或者你想重點 就是3檔 就會高能量 集中一點 怎樣使用呢 首先你選擇頭 現在我們想用牛奶光機 就換了NIR 換上去之後 就可以開機了 現在我們做亂膚 即是提升骨膠原 長按這個開關 就會自動有幾檔 現在第三檔 短按就可以換檔 1、2、1檔 選擇檔之後 長按中間這個 另一個正方形 直至閃電 就已經準備好了 沒有按鍵 設定好幾檔 出光 就碰到皮膚 就直接出 還要是三片碰到皮膚 一起碰到才出 只碰兩片是出不到的 所以一碰皮膚就立即出 所以我們不用再按任何按鍵 也不需要塗任何東西 不要塗膠 不要塗其他東西 洗乾淨的臉 就拿去打 它就會幫助我們 將光能射到皮膚最深的底層 換成骨膠原BB 生多骨膠原BB出來 皮膚會彈滑一些 和會飽脹一些 一樣 其實所謂的用法和操作方法 如果你是淡斑的話 只要你換頭的DPL頭 就已經集中去色素